我们这个年龄的恋爱已经是能过去过了 还是那个词 你那个年龄 我只三年的 我只三年的 提及孙丽这位女演员想必大家都是不会陌生的 在演艺圈中孙丽一直都是大众口中认可的实力派女演员 拥有超精致演技的她 早就成为目前影视作品中的收拾宝藏 孙丽在出演甄嬛传之后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电视剧女王 大家都知道孙丽的家庭条件一般 出生在上海有名的棚户区 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只能给赵薇当伴舞 到如今的大明星这一路走来啊 其中的艰难只有孙丽自己知道 孙丽自己呢也非常的努力 这几年邓超和孙丽的事业可谓是节节攀升 家庭生活也是惹人艳羡不已 邓超前几年参加跑男搞笑又幽默 给观众贡献了许多搞笑的梗 同时呢她又很有担当 在很多困难的任务时会保护女队员 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队长 而这样的她也实在是缺了一大部分 孙丽呢更是不用说了 甄嬛传每年都会重播 剧里那个从懵懂青涩到掌控全局的甄嬛 已经湿入到观众的心里面了 最近由孙丽罗靖主演的电视剧 安家正在热播 并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探讨 剧中呢孙丽精湛的演技 再一次塑造出房似锦这个成功的人物角色 因为电视剧的原因 罗靖和孙丽两人经常同框 这不在一次活动的时候 孙丽也是直接调侃起了罗靖 她说我和唐燕两个人的关系这么好 结婚的时候为什么不请我呢 对于这个问题回答的不好 就很容易得罪人 但是罗靖想都没想 就直接回答 娘娘您亲自来了 到时候谁会注意到唐燕公主呢 不好不好 这个回答也真的十分幽默了 不仅没有得罪孙丽 还让孙丽更开心 也巧妙地化解了这个尴尬的话题 罗靖真的情商超高 我觉得很像啊 完全就是罗靖啊 我觉得他在生活当中性格也是这样软软的 或者是我不太了解他 或者是他隐藏的很好 罗靖唐燕从相恋到结婚生而育女 两个人已经共同走过了四个年头 在灯红九六的娱乐圈非常不容易 前段时间 众多明星出现了一个微博之夜 作为新手妈妈的唐燕 从她的身上看不到任何妈妈的味道 而且她的状态呢 实在是好的让人羡慕 没有一点疲惫感 罗靖真的把唐燕照顾得很好 从一些细节就可以看出来 两个人上台时 唐燕鞋带松了 罗靖立马蹲下来帮她系鞋带 不得不说 唐燕终于选对了一个靠谱的男人 唐燕和罗靖拍过好几次对手戏了 在《克拉猎人》这部剧当中 两个人饰演非常好的朋友 而在最后修成正果成为了猎人 这部剧也让两个人明确了关系 从戏里持续到戏外的爱恋 让人非常羡慕 粉丝们呢 也把CP从剧内磕到了剧外 唐燕曾说 她之所以会爱上罗靖 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她对谁都好 二是她不自私 然后我觉得她给予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 然后她是把自己放到最后的人 操心大哥 对 她永远你最重要 就是 就是 她会让我很感动 这个太重要了 对 她不自私 这是我最看重的地方 而罗靖呢 不仅在恋爱期对唐燕处处体贴入微 结婚以后更是温柔相随 并且在唐燕生产后还变成了24校老公 带孩子 照顾妻子 绝对是娱乐圈模范老公代表 而当了妈妈之后的唐燕 每每提起女儿总是充满了喜悦 她说女儿很粘人 把她哄睡以后放到旁边 一定还要钻进爸爸怀里要抱抱 唐燕罗靖从结婚到现在 两个人的感情自始至终非常和睦 是娱乐圈的恩爱夫妻 唐燕呢 也曾经在采访当中表达了对婚姻的看法 唐燕称自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人 如果可以的话 结了婚就不要离婚 希望给下一代营造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 并且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妈妈 因为我是比较传统 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结了婚就不要离婚 因为希望能够给下一代 就是营造一个 就是带来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小朋友 是的 对所以我希望如果我是将来我有了 我希望能够去 你能够去那一份 我相信你会因为我 你能够去那边 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 也不能够去那边 我希望你能够去那边 你能够去那边